把这一份爱的生态还要继续 需要人人慧命增长 死死趁着大红烟再回入沙坡来 但愿都是以成愿再来度化人生 菩萨们 我们人人真的要把握时间 时间分分秒秒的消息 可是我们的慧命跟着我们 在这样的付出的行动中 不断在增长的我们的慧命 这种的生态是最好的见证 的确时间总是这样过去 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八月 自己人那一份爱心 总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 现在是八月间 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过 八月 1959年的八七 八月七号 到现在过去已经五十一年了 1994年 八月八月八号 那就是大国台风 一直到1996年的八月一号的 后部台风 接下来就是1994年 现在快一年了 虽然四五十年前 那跟我们很逢 可是从1994年 1996年 越来越近的 我们的记忆 越来会越明显 何况呢 到了这种 09年 这这年轻的事情 能忘掉吗 这种见证 我们不只是呢 知道 不只是看到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四大志愿都动员起来 为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慈悲的爱 化为实行的力量 我们投入啦 慈悸人真的是尽心力 可是要做到了心灵历程 是多么的沉重啊 开始是为苦难人而悲痛 但是呢 要为他们建造安稳之处 这样的过程 一直到现在 压力呢 都没有解除啊 我们的社会人啊 在他们的角度 见解不一样 但是呢 为了我们要专心付出 我们要如何能做到 忍六度啊 不思我们既然呢 甘愿付出 但是我们还要慈见 大家都是恨所规矩啊 心呢 无失无染走 用清静的心去付出 还要忍辱耶 为什么那么的辛苦啊 假如呢 心不放宽 想念不专心呢 能再走下去吗 所以还要经久 忍辱还不够 还要精进 因为呢 苦难人啊 你一停替 你一放手 那苦 苦 苦在受灾难忍 所以我们一定要忍 这就是要禅定啊 世间的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啊 我们要忍下来 真真的帮助的人 让他呢 世代安积啊 这才是呢 我们人间事 要精进 要做的 所以我们的心 要稳定下来啦 那就是要有一股定力哦 所以这就是六婆罗蜜 这就是我们的道庭嘛 所以啊 这我们大家呢 应该是跟非要清楚 我常常说 悲 悲在世悔不分 悲 悲在无知 所以啊 我们呢 应该呢 要如何 把这样的同样一个悲字呢 用在同体大悲 所以 我们还是呢 人间事啊 还要呢 人间的人啊 世悲清楚 才能做的呢 温在 作词 选择 成员 也可以